嗨 嗨 嗚 我在這裡 嗨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娟老師 很開心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孤兒超人的工作版 製作上面的小蘋果喔 我會使用的黏土是 黃色 紅色 白色 綠色 還有淺咖啡色 會使用的工具是 Fooder超人的工作版 鏟刀 還有切刀 我們這次使用 Fooder超人的工作版上面的小模型 來製作蘋果 我們先從蒂頭開始 我們選淺咖啡色 因為它比較小 所以黏土部分範圍小一點點 先搓細細的 把它輕輕的放上去就可以了 多餘的我們就用切刀把它切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它的小葉子 小葉子選擇綠色的黏土 因為它兩邊是兩頭尖 做跟它一樣兩頭尖的形狀 然後看著它的範圍 輕輕的把它放上去 輕輕壓上去就可以了 有超粗一點點沒有關係 接下來是蘋果 如果想要蘋果 呈現有點厚厚的感覺 所以蘋果的塗量可以稍微多一點點 一樣搓圓 把它做輕壓動作 先不用跟它的形狀一樣大 輕輕放上去之後 再沿著邊緣稍微輕壓 把它做收邊的動作就可以了 基本的形狀都好了之後 那我們選擇黃色 做一個底色 把它裝飾 先把它搓圓底形狀之後 輕輕的壓扁 那一定要超過小蘋果的大小喔 確定有大於小蘋果部分之後 我們把它蓋上去 把它邊緣輕輕壓圓底 這個形狀都OK之後 用鏟刀把它輕輕的弄起來 它就會呈現很漂亮的蘋果砍在筆紋上面 那因為它的蘋果有很漂亮的反光點 那我們先換平坦的工作平坦 開始來修飾我們蘋果的造型 我會利用白色做蘋果上面的反光 燙水滴 反光的部分會上一個輕碳號 先做上面的 然後再做一個小小的圓 邊緣再稍微修飾一下 我們可愛的小蘋果就完成囉 換你試著做做看 別忘了訂閱Food超人的YouTube 和到Food超人粉絲頁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